通常是夸人家孩子 没有孩子就夸人家宠窝 对 宠窝好可爱 阿姨好年轻 叔叔好优秀 也就是这些话题 菜烧得好好吃 他在国外接受的教育时间比较长 在国外也更不走亲戚 这件事情不会是一个 就像朋友一样 不会说一个束缚 比如说你必须在 比如说像如果是国外 可能是圣诞节 如果是中国可能是过年 就你必须在这个时间 你是必须要回来的 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你不能打破这个传统 其实我们家没有这个 我们家是没有这方面约束的 如果大家想聚 你可以不用过年过节 你也可以聚 比如说以前我在台湾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妈想我了 就从国外飞回来跟我待一待 跟我待一待逛街吃吃饭 然后她玩完了她又走了 就是这样 也不一定非得选过年的时间 就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概念 所以就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走亲访友 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比如说过年过节 我要七大姑八大姨 问你结婚 结婚没要先收入多少 这种的没有 没有很多 十几年都没有过这种